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講一下我怎樣用GoodNotes 首先分享我日常版模在哪裏拿下來 在YouTube上搜尋這個YouTuber 下面會有一條連結 就是這個日常會給你下載的 下載之後就會在Jobbox 基本上你按下Jobbox的步驟 就會很容易去到GoodNotes的位置 說一說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用iPad來寫日常 亦都不懂得用這些Apps裏面的功能 亦都不懂得畫畫 所以我在買iPad用GoodNotes之前 我就上YouTube看了不同的教學 看完教學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處理到 我就買了這個iPad 而我的學習都是在剛才YouTube學回來的 學完之後就自己去練習 練完之後就終於可以很輕鬆地用到一些 最基本可以幫到你做日常的功能 所以今次就可以講解一下自己學完之後 起碼知道不同的工具有什麼功效 首先講一下開了一個版面就會是這樣 這裡會有一支筆 你按筆它會有鋼筆、原子筆和畫筆給你選擇 你選擇了自己想要的畫筆 在這裡你按下去可以教你的筆的大小 粗幼度 然後你可以選擇 然後可以選擇 顏色可以選擇 顏色已經有預測直 或者你可以自己自訂都可以 譬如我預測直 我選擇黑色 我可以把它拉大 看起來也可以選擇 這樣也可以選擇 這樣也可以是比較粗的 如果你寫完之後覺得很適合 就按墊咀就可以了 或者可以按拆膠 好,拆了它 這個就是筆的用法 第二個就是拆膠 拆膠,你按出來的畫面就是這樣 平時我就全部關掉 等待某一個位置是需要開的 你選擇完拆膠,這邊就會有三個不同的尺寸的拆膠頭給你選擇 你選擇最大就會快點可以拆掉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螢光筆 按螢光筆,開了這個畫成直線 它真的會幫你畫成一條直線 那它是怎樣呢? 選擇螢光筆 然後選擇顏色 你會看到它會幫你垂直成一條直線 但如果你不想要直線 你把這裡關掉 你畫出來就不會是一條直線 那好了,剛才說過,譬如拆紙膠這裡 我只是不想要藍色那條highlight的螢光筆 那你就要開了這個 紙拆除螢光畫線的重點 那它就會單是拆螢光筆 但如果你不開這個,你一拆的時候 它就會全部幫你拆掉 那旁邊這個正方形 圓形和三角形 就是幫你去畫這些形狀的線 譬如你按了 平時如果你不按 你畫個正方形就是這樣的 你按了 它會幫你拉直條線 那如果你要圓形 你不按 你的圓形是 當然如果你自己畫得很漂亮 就不需要 譬如我這樣畫得不漂亮 它就會幫你圈住 成為一個圓形 三角形 這樣 那旁邊這個 虛線這個 就是幫你圈住 需要那個物體 作出移動或者修改 調整大小 調整大小 移去任何一個位置 更改那個更改顏色 如果你選複製 你點了 選複製 然後用手指按住 貼上 它就會多了一個數字出來 這個就是用來這樣使用的 另外旁邊就是相片 相片 相片就是在你本身的iPad裡面 自己相簿裡面有的東西 譬如我現在加相片 你按了相簿這裡 你也可以選相簿 這樣選都可以 選完相片 你點了相片 相片都可以有些功能 你點了相片 按財展 你可以選擇這個 寬大寬細的照片 例如我寬細它 這樣 亦都可以選 Freehand這個 Freehand這個 就是你自己畫一條虛線出來 這樣就可以造成一個這樣的圖 隔離呢 相機這個我就沒有用過 再隔離T字這個就是打字 你打完字之後 再雙擊那個字 你可以在這裡 你也會看到有不同的功能 好像平時你用手機的功能 那樣 你可以選擇 顏色 然後 選擇 字型 大小 如果你選擇了 字型大一點 你會看到 它的位置是不夠的 你只需要 把這裡拉橫去 這樣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用回剛才那個虛線 去拖那個字 上面的功能 大致上就是這樣 至於 因為我自己做日常 一般都是寫字和剪剪貼貼貼 那在哪裏可以找到呢 當然你可以上Google打字去搜尋 或者用Pinterest這個 Pinterest其實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 其實你只要打字去搜尋 就可以找到 或者像這個一樣 下載了一個圖片 你就選擇相簿 就可以有這張圖 你也可以在圖上面寫字 這樣 至於那些貼紙膠帶 是怎樣做的呢 看剛才介紹的Youtuber 其實他都有分享一些 日常的貼紙 他下載了之後 他一樣就會在 這個GoodNotes裡面 例如這樣 其實他在這裏 亦都可以拖到那個板墓上 但我看Youtube的時候 跟他練習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有少少複雜 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個 Youtuber教的方法 就是把貼紙放到Keynotes那裏 那怎樣放在Keynotes那裏 首先你本身的iPad 已經是會有Keynotes這個app 你打開Keynotes 這裏已經是我做好了的貼紙 譬如我現在要加一個 新的貼紙下去 首先你可以在Pinterest那裏 找你自己想要的 一些素材 譬如如果 我想要這個這樣 那你 save 了 save 了之後 就打開Keynotes 找回你自己想放的位置 我在這裏加一個項目 將這些拆除 接著開箱寶 找你剛才的照片 按著拖過來 拖過來之後 你可以調整大小的大小 你看到它還有一條虛線的時候 你就按這個 由有這個logo 選擇即時 選擇 在空白的位置 用筆點著 拉上拉下 你會看到有些數字 我們可以拉到 0、1、2 其實它這個作用是用來做什麼呢 是將底色退去 你OK之後 你選擇完成 就已經做好你這一版的素材 如是者 其他都是這樣做 當你做好你自己要的素材 你打開GoodNotes 然後 你把Keynot 拖出來 就找回剛才做好那個 按一按 它有條虛線的 如果不是這樣按 你用筆 它就會變成這樣畫 你怎樣呢 就按上面這裏 放上去 按完成 就可以了 再用手指按一按 有條虛線之後 按緊 拖過來 拖過來之後 可以把這個拉細一點 按一下 按裁剪 在這裡 譬如我想要 這個袋 那就可以出現了這個袋 如果你說 但是我看到還是一塊塊 還不是我心目中 最完美的一個圖案 那可以怎樣呢 就可以用這個Eraser的Apps 你開了Apps之後 選回剛才的照片 那你就可以選第二個 然後再選中間這個 點一下 它會把白色的那些退去 但如果你說我要求到 譬如手袋 這個洞 都不要有白色的 那你點去這個位 你可以檢查哪些位是 我不要有白色的 例如眼鏡 這些位置 好了 你弄好之後 那你就要保存 那你保存 那保存的時候 記得選PNG 那你就保存了 然後 去GoodNotes那裡 選相片 你就會看到 你就會看到剛剛 你剛剛做完 用Eraser的Apps 那張照片 一樣 你點它 要手袋 完成 你會看到兩個手袋的分別 所以其實是有兩個方法 可以幫你退色的 但是你要留意 如果你用Eraser這個 幫你去退色 它有機會是 有些圖片 是因為它本身是白色的 例如好像這張圖 你按退色 你按退色 它是連本身的框框都會幫你退 因為它本身就是把你白色的位置 幫你退走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 你就要自己徒手做退色 這樣去畫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 我就不會用這個Apps去做退色 我就會直接用Key Notes 推到去2 你看到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兩個方法都可以幫你做到退色 但是用Eraser那個 因為如果你的白底是很厲害的話 它會幫你把你原生 圖的白色都幫你退了 它就可以在這邊 基本上其實兩邊都可以試 但是如果你用Eraser那邊 其實你所有造成的照片 就會放在上部 但如果我在Key Notes 那裡 我就可以集中分好不同的功效 例如你會看到有 圓點、膠帶、Poodle、Sticker等等 當然上部你也可以在這裡分換別類 所以其實兩個選擇都可以 基本上 譬如現在這個4月的daily 大家可以看到的 都是我在Pinterest那裡 或者Google去找一些不同的素材 做了一些退地 再剪剪貼貼 再加寫字 就形成了一個屬於自己的daily 而分順呢 剛才都已經說了 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你懂得畫畫 當然會更加漂亮 那如果像我這樣 不懂畫畫 但也希望有一個 可愛一點的daily 用剪剪貼貼貼的方法 都可以幫到大家 當然大家也可以去 我剛才說的那個 韓國Youtuber那裡去參考他的影片 因為我自己也是在他那裡學的 他會做得更加漂亮 更加細緻 而所有的教學 我自己也是在他那裡學回來的 但他的頻道是韓文來的 而他的iPad裡面都是一些韓文 所以你如果看到 可能按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這些畫面 全部都是韓文來的 我自己當天都是看著 他這個位置 哪些位置開了 我就跟回去 去嘗試 因為我本身從來沒有用過iPad 也是第一次在iPad上面 去嘗試做自己的daily 但發現其實都是很輕易可以上手的 如果有問題的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如果有時間的 我是會馬上回覆大家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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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